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你在画面上你认为哪一块水头好哪一块水头不好呢我想观众朋友一眼就知道说什么比较漂亮嘛对吧但是如果要细分包括种水色要细分的话当然有很多学问了不过以我来看呢我觉得是这两个我比较分不清楚是这两个看起来都不错对对对看起来是这两个水头不错但又要再细分的话就比较难了是我们总是要先了解什么 怎么叫做水头什么叫水头呢水头是一种特殊的一个专业名词它最主要是讲在翡翠的部分只有翡翠可以讲水头吗现在很多人就把它衍生到哪衍生到别的地方其实水头就是讲所有透明度啦 那保湿水里面其实就有透明度的这个叙述 就透明 似透明 半透明 似半透明跟所谓不透明它有分这五个等级 对 那是旺陽幕雕雕族族的 而且有用过你看这个都有墨那笔洗都是叫什么洗东西的 笔洗洗毛笔的 对都是有用过的人之 以前的人时间很多 想不想啊 这样子好 要隨身可以攜帶 對 方形都小小的 所以小小 它這個是黃羊木 黃羊木雕的 雕那個竹雕 竹根的感覺 來 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 好 想說 你們在家裡有信心嗎 對 方正信 對 方正信 女兒在現場 女兒 爸爸都說是以前年代的東西 可是有些看起來是真的滿漂亮的 但是就感覺不像是古董 這個是真的 這個時候是老東西 老東西長的 沒錯 這是皮殼 像這種溫潤的光 包薑 然後就使用過了 經過多年的磨縮使用 它就產生這樣包薑的感覺 包到皮殼 所以有點發亮 可是那個亮你看起來很順 對 很舒服 不要再一直吐吵爸爸了 爸爸也有買到對的東西 其實水頭就是講說 透明度 那保濕水裡面其實就有透明度的敘述 就是透明 是透明 半透明 是半透明 跟所謂不透明 它有分這五個等級 對 那水頭呢 就我們在這個 越透明水頭越好 對 那我們在翡翠裡面 就把它稍微叫 有一點點 我覺得是神話 為什麼呢 因為像這樣的文字敘述 總是比起說這個鑽石 D E F 這樣的 叫硬邦邦的等級劃分 比較上來講 它就會比較朦朧 比較稍微有一點點 灰色地帶 好 那怎麼看水頭呢 水頭當然第一個 首先既然是透明度 那我們就要說 這個寶石 就是所謂的翡翠 它透明的程度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 什麼叫做透明的程度 通常我們去買翡翠的時候 很多人會講說 我這個很老種 他會這麼說 代表說它的水頭不錯 再來他會講說 我的水頭非常好 代表很透明的意思 也就是說 它有大致上分的這幾個種類 這是我們一般市面上來分的 第一個就是玻璃種 什麼叫玻璃種 字好清楚 它能夠透視 很清楚地看到這個字 而且是什麼顏色 通常我們是這樣認定的 當然有的人講說 我拿在燈光下面晃一晃 有看到黑影的感覺 就叫玻璃種 這個有點稍微 等一下連字都看得出來 它是SHL這樣嗎 對 要這麼清楚 我會建議大家 觀眾朋友 就假如你去買翡翠 他跟你講說 這玻璃種的時候 你把它拿來放在報紙上面 它上面的顏色 紅的綠的很清楚 然後什麼顏色什麼字 然後什麼數字很清楚 玻璃種 再來還有什麼 就是冰種 因為當然它是微透字 就可以看到 隐隐遠遠可以看到字 但是它很像那種 冰還沒有融合 我們的冰其實有兩種 一種冰是很透明的冰 我們就想說 那是木木的冰 毛玻璃類似那樣的冰 我們稱呼叫做冰種 再來是糯米種 這糯米種通常 就完全看不到那個字了 對 它標榜是什麼 是那微微的透明 就好像說我們吃那個年糕 那種感覺 微微透光的感覺 然後它有那種QQ的感覺 最重要是什麼 它的表面的光澤非常好 表面光澤 因為糯米種它種地還是不錯的 它因為拋光的時候 它的光澤可以反光的特別 反光光澤反光的特別好 那再來最後就是豆種 完全不透光 導致是豆種 其實它好像食慾酒豆 我們現場來 讓觀眾朋友 來試看看 馬上現學現賣一下 我現在拿一張紙上面多字 好不好 我們把這個玻璃種 我們現在把它 這個玻璃種是有些 我們直接透在下面就好了 好 可以的 這張紙上面有很多電腦的打字 是 觀眾朋友透過這個畫面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你看這個字很清楚嗎 對 很清楚 每一個字都好清楚 上面寫的你看 阿關很漂亮 不錯 那這個字不太清楚 來 然後這個呢 是隱隱約約 隱隱約約看得到 對 它是可以知道 但是大概不曉得它寫了什麼字 對的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糯米種 QQ的感覺 但是它完全不透 是 這個更不要講 但最難的 我自己上節目這麼久 我覺得最難的是 介於中間的 是啊 什麼冰波種 我偶爾會講 什麼叫冰波種 對 那個介於中間的 是不是最難分辨 中間我們覺得說 它可能是冰種 但是我覺得它在某個部位 又特別的透 那可能我們就會給它一個等級 叫做冰波種 冰波種 介於玻璃種跟冰種中間 這也是很好的 像這樣子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透明度非常好 它很明顯的也看到字 但是可能顏色 可能不容易看出來的 我聽不太懂 賴老師來講講 賴老師共演 就是在雕件上 它有厚跟薄的 的那個透光程度會不一樣 那我們都會用它的比例 去做一個講解 其實總地只是這種主觀不客觀 就是每個人看的點 但是我們用透字的程度 是有一個標準 有的人會直接拿起來 手上面晃的時候就是冰種不會走 但有時候是有厚薄的問題 那當然雕刻的東西 它有厚有薄 所以有時候 薄的地方透字 厚的地方不透字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取一個中間值 叫做冰波種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就是冰波種 像類似我像這種冰波種 很明顯的人就看到什麼 它就有那種透的感覺 然後也看到下面有字 但是字不是那麼清楚 對 不那麼清楚 對 但是有厚有薄嘛 對不對 那大致上來講 它的這個就是分部來講 就是它薄的地方 其實字會看得很清楚 很清楚 對 所以像這樣等級 我們就稱為它叫做冰波種 冰波種 這是冰波種 是 那如果是冰諾種呢 冰諾種 我們今天帶來教材很厚的 其實你仔細看 我們來看它這個燈上面 就有透透的感覺 那當然它這個字就看不太清楚 但是隐隐約約可以看到 有那種字在晃動的感覺會有 隐隐約約 通常像這樣的種地 這個販售者會請你到陽光下面去看 它就很透的感覺 所以是不是要打燈比較清楚 對 那假設說我們 我們現在不要用這個筆 打燈的時候你看看 它就非常非常透實的感覺 會有很多透光的感覺 所以如果我們把字放在這邊 你就比較明顯可以看到 它隐隐約好像有看到字 所以像這樣的冰諾種 還是很多人喜歡這樣的種地的 所以我們今天小教師學到什麼呢 買翡翠 看水頭 看水頭 帶報紙去 當然要帶鈔票了 當然是 看不看到這個字來決定 它的水頭到底好還是不好 是 大師寡家 誰才是杭將 我是阿關 陳北娟 在今天要請這位收藏的達人呢 他說他特別喜歡老東西 除了女人之外 他收藏了非常非常多老東西 特別是有夠厲害 最厲害 非常厲害的 這是顧錦州的茶壺 在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顧錦州多厲害 阿關做過拍賣官 拍過三千多萬的一隻茶壺 所以今天帶來這顧錦州茶壺 有沒有可能也有千萬身家呢 我們先來介紹 在今天的超強大監禮團 邀請到 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曾素良 曾教授 嗨 大家好 台灣保持協會工藝理事長 豐價大學處理教授 李榮鑫老師 嗨 大家好 亞三保持經理所資源天理師 賴居民 大家好 我們特別邀請來自雲林的 林靜玉 靜玉兄 謝謝 大家好 小官好 你好 聽說你現在越老越愛 對 越老越愛 在這裡三母以外 其他都要老愛 我們就是我們是古早人 所以說比較喜歡老的 古早味的 古早味的 對 你收藏這些古董 寶物大概有多久的時間了 差不多說從20年 15年20年有了 對 以前就 所以你就 年輕的時候 漂白的時候就開始收藏了 對 就出去逛的時候 看到小喜歡的就像樣 像樣買回來這樣子 對 為什麼有這種嗜好 是因為家裡還是朋友 因為你有一些朋友 然後就 有一群喜歡古董的朋友 都是這樣 對 在互相在交流 在談話的時候 就想到說那我也可以買 看一些比較古早味的東西 就看到就喜歡 就朋友之間會拿他自己的收藏 出來分享 對 他會拿這個 他會拿這個 我們也要拿一個東西 對 就有 那時候喜歡泡茶 就吃 都是這樣 看著的時候 來 我有一個東西有厲害 所以據說你還會跟人家交換 對 還會交流 交流一下 所以喜歡收藏古董的 這些愛古董的朋友在一起 有時候我會跟你們 換你的跟我換會這樣 所以現場也有交換來的 我們都會再來講 好 來 先來說這件 這件是 這是早二十五年前 對 那我去朋友家 那也都漏漏漏漏了 二十五年前 對 那時候在朋友家 看到這一件 本來是還沒有開始在 還沒研究 但是覺得這種東西很漂亮 後來 媽媽要看著自己研究 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有那種 骨味的東西 你這件是 你這件是朋友的收藏 還是朋友是開古董店 他朋友自己收藏 他附近到底收藏 留下來的 我去他家的時候 看到就很喜歡 他就交流一下 他附近也不在了 然後就這樣子 都是這樣 爸爸沒有 台詞不會走散 對 但不知道 就隨便買 我就喜歡就跟他買了 所以其實 紀律兄很多東西 都是朋友之間交流來的 對 好 到朋友家去看到 朋友父親的收藏 老東西 對 裡面還有一點黃貸 你有研究嗎 你不是說你研究了嗎 對 後來才在研究了 以前還不知道 你研究出什麼 對 買的時候想說 看看是不是可以蝦貓吃 蝦貓碰到死到死 碰到也會很好的 就這麼想 對 蝦貓碰到 千萬不要說蝦貓碰到死到死 這應該是 是不是有機會中樂透 像中樂透的心情 後來你研究之後 你發現 他是水的什麼地方 喝的什麼地方 他這個法郎財 法郎財 對 法郎財 對 以前我聽教授在講 他說這個人 就是形容乾隆他 他自己就是很節儉 很刻苦 哪有哪有什麼官寡 很難看 乾隆有很刻苦節儉嗎 對 他就比喻他自己 他自己很清高這樣子 乾隆跟雍正都有喜歡裝扮 裝扮著漁夫 僑夫 然後就畫就把他畫下來 裝扮秀 那叫做cosplay 對 他們一點都不節儉 你看乾隆 夏江南 一家都花多少 他百幾個帽是要他節儉 你想看看百幾個 有帶百幾個沒帶 不知道 要怎麼節儉 就是要自己要表現一下 你想看看他的皇宮 這樣一直起 他哪有節儉 但是他國力很強盛 他喜歡cosplay 所以他假裝他是 而且有蛤蜊羹 什麼叫蛤蜊羹 就是這個 千柚都會有 蛤蜊羹 所以那個不準 蛤蜊羹 蛤蜊羹 什麼叫蛤蜊羹 蛤蜊羹就是說上面會有七彩的 貝殼羹 我只有聽過蘋果羹 對 貝殼羹 對 貝殼羹 像貝殼一樣 我們吃海鮮的那個貝殼 那個殼上面會散光 所以貝殼羹 就是現在柚上面這個顏色 這個光就是貝殼羹 你如果看到顏料 它千柚很多都有 都有貝殼羹 荒蜊羹 就是荒蜊羹 是不是都不會做得很大 做小小的東西 對 不會很大 但是也有一些 照片大一點的也有 也有 所以 做小小的 來 他剛剛做了幾項功課 第一個 貝殼羹 隔離羹 下面有個黃袋 那個好像有點連帶 黃袋是什麼 就裡面黃黃的 黃黃的 黃黃的 沒有 裡面黃的洗不乾淨嗎 不是 不是 黃黃的黃袋 對 教授什麼叫黃黃的黃袋 沒有 底座有點黃黃的 這個沒關係了 這沒關係 那個洗不乾淨 沒洗乾淨 然後 他說這是髮廊材 這個可能是乾隆喜歡扮 僑夫 哎呀 這個是 你說 這個是 清朝可能是乾隆那個時代的 應該是乾隆時代 我來看看 後面的那個 乾隆時代很漂亮 乾隆時代 古人什麼乾隆年製 對 後面的乾隆時代很漂亮 很工整 所以洗得也很好 好 你跟朋友買多少錢 那時候 二十幾年前買比較便宜 三萬塊 三萬塊 對 用水備賣 來 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 好 來 我們見價 請見價 一萬八千元 因為這件 我們看那個東西老不老 不是只有看那個 它的氣型跟這個款式 而是看它上面的一種皮克光 那個東西比較重要一點 然後再看它的畫工 是不是符合現代的畫工 那你這個是看起來畫得還可以 還不錯的 還不錯 還不錯 真的很細的 而且乾隆 假扮巧夫 然後我們看後面這裡的 右的整個狀況 我覺得它不是很老的東西 它不是很老的東西 如果乾隆距離現在將近三百年 那它就不能算是乾隆的東西 那不能算是乾隆的東西 就是後面的 工不錯的 工也不錯的 但是它會是清朝的 還是到民國了呢 稍後送我們 這個 大概是民國吧 民國出的 快有一百年嗎 叫做 沒有 幾十年 你應該一直安慰自己的 那他剛剛講的 那個黃代是什麼 沒有 黃代是 可能沒有裝東西 或者是累積的灰塵 就堆積在那裡 那你覺得黃代是什麼 黃代應該是 我記得是年代的累積 它才會在裡面會有一點黃黃的 哦 年代的累積 對 灰塵也會 金玉兄很有信心 然後我們看這個圈竹 這個圖 也不對 不對 對 就是說 那個圖 它的這個細膩程度 跟清代的不太一樣 最主要這個畫工 這個畫工是不錯 但是這個畫工呢 這個畫工 就是說還不到位 還沒有到清 那它這個是法朗材嗎 這個貓的話 對 這個還不錯 但是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是法朗材嗎 對 法朗材的 法朗材的 你聽說 林大姐你一個人有信心嗎 人家說這是假的 對 都是假的 女兒在現場的感覺 你們全家都認為是假的對不對 就覺得不是真的啊 你們為什麼覺得不是真的 爸爸的臉就是一副很好騙的樣子 沒有 因為 爸爸都說是 以前的年代的東西 可是有些看起來 是真的滿漂亮的 但是就感覺不像是古董這樣 那你們會不會常常在家裡 給人家吐槽 會啊 那你們都怎麼跟他說 就說那應該是假的吧 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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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姬姬變鴨嘴的樣子 他都很有信心說那是真的 姬姬變鴨嘴了 姬姬變鴨嘴了 你今天回去 姬姬變鴨嘴了 我還沒面子 不過沒關係 一次失敗不等於全部失敗 我們要再看第二驚 第三驚 再看六驚 來 我們來看第二驚 還有機會 這是什麼 先說一下 這是朋友跑單幫的朋友 他就是我們去古董店逛 他就有那個 大陸那時候十幾年 二十年都帶東西過來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 道路還沒有很發展的時候 他都只能帶東西過來賣 所以還可以買到一些好的東西 他們都說到這樣 說得很好耶 都很厲害 但是這個覺得看起來 真的是有用過的東西 那是荒陽木雕的 荒陽木雕 雕竹子的 而且有用過你看這個都有墨 那比起都是 叫什麼洗東西的 比起是洗毛筆的 對 都是有用過的痕跡 穩暖兩次嘛 穩暖四把的東西都是這樣子 要優雅 對 以前的人用的東西都比較優雅 那像我這種 這麼醜了 只剩下就看出去了 那個水那麼爽 以前人比較穩暖 優雅 慢慢地洗 以前的人 時間很多 想不想啊 這樣子 而且要隨身可以攜帶 對 方形都小小的 所以小小 它這個是荒陽木 荒陽木雕的 雕那個竹雕 竹根的感覺 竹根的感覺 對 雕什麼竹根 竹子根部 而且雕的好像有洞 這竹子這個根 竹子的根 竹子倒上去 而且叫什麼是不是 那個是包漿啊 這個 對 包漿 這個都你們都包漿 這個原潤 溫潤的感覺 對 路公路信心 說得有夠厲害 溫潤的看起來很舒服 從冰箱 到包漿 到用過 到黃羊木 這樣透透了 這個應該沒問題了 這個沒問題了 而且又是幾十年前 對代料過的蚵水糕 對 我們要過來了 買多少錢 那時候就買 他說一萬五 不便宜 對啊 錢很高 你不知道那個時候 代料叫做萬元戶 說出了一萬塊就很高 一萬塊人民幣 那時候比較 對嗎 他剛剛前面幾部 對啊 一萬五台幣 定義是三四千塊人民幣 那時候就不錯了 那時候他們自己都要帶一些 工具過來賣 有人整年湯廳也賺不到 三四千塊人民幣 好 所以是不是對的東西呢 我們請教授今天價 來 這個是真的清早的嗎 這個是老東西 沒錯 這是皮殼 像這種溫潤的光 這是皮殼 然後就使用過了 經過多年的磨縮 使用 它就產生這樣 包漿的感覺 包裂皮殼 所以有點發亮 可是那個亮你看起來很順眼 對 很舒服 溫潤不會很刺眼 時光蒼蒼造成的 入口入水水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它有一些雕法 就是說它雕得很簡戀 就是雕葉落空了 這個竹葉也沒壞掉 可是它這樣雕不是很難洗嗎 是啊 它這裡可以放墨 這個放水 以前的人就是 射起來很周到 這樣周到 所以大概 年代差不多多久啊 有沒有超過 一百年 有 超過一百年 一百年了 稍等 你也比較有寄 現在都民國一百多年了 超過一百年 還沒任何的 對不對 你最沒說過兩百年 因為這件 我覺得它是 很雅的一件 就是很雅致 就是文人在使用的 一般人不會用這種東西 一般人可能用那個 比較漂亮的石頭去做 或者是 它喜歡奢華一點 它是很簡單的 就是這個 知道有清中級嗎 這個有可能啦 因為雜像 這個叫雜像 就是背歌啦 文化用具啦 是是 這個豬串啦 都叫雜像 雜像基本上 你很難去斷代它 因為雜像的年代 根本上面沒有落款 也沒有比較模糊 沒有那個比對的 就是要看他的東西 就對了 那應該不是民國嗎 民國最後的人 哪有這個閒情雅致啊 什麼必須用一個枝 對 因為 它已經包將包的這個樣子了 因為年代也蠻久了 應該說 我只能說它是新代以前的東西 新代以前 現在比較大聲 跟你們三個兒講幾句話 不會幾嘴廢那麼多了 你看 爸爸也有買到對的 不要再一直吐槽爸爸了 爸爸也有買到對的東西 好 這個是跟朋友交換的 對 拆線刀 這個是拆線刀 這個也是很久的東西 應該有清朝以上 可是這個有辦法拆線嗎 因為我看到這個 這個不是金屬欸 對的木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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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貼上去的 它不是整個雕的 它是貼上去的 大哥 這個都是雕的 這可能太久 以前的糊 可能沒有那麼重 以前的糕沒有這麼黏 沒有 這個可能是強力膠吧 你比較厲害 應該是強力膠 這個是醬糊做的 所以比較會拆 以前人生活真的很優雅 用竹子的拆洗 你有什麼跟朋友換 在家裡泡茶 他也是很喜歡茶壶 然後就拿了一根王隱春的茶壶 也是那個高級公益師 王隱春 也是跟自己一樣齊名的 他是國家級的一級公益師 我是換一個哪裡茶壶 他喜歡茶壶 我就送給他 他人說我這個沒什麼東西送給他 再拿這個菜 他知道我喜歡這個東西 我去他家的時候 看了好幾次 你已經想很久了 我去看的時候看這次 看了好多次了 他就說這是送給你好了 我好 收藏古董真的很有意思 交流嘛 交流嘛 以物易物 他喜歡我這個喜歡 收藏古董的人 很喜歡那種以物易物的感覺 對 說得及就太見外了 對不對 我互相分享交流 因為大部分呢 女孩子都是比較珠寶 我們男人都是比較喜歡古董 應該是這樣子 男人也要喜歡Posh的 不一樣 然後 但是喜歡古董的人 不會變壞 玩藝術品 古董的男人不會變壞 對啊 晚上會睡不著 真的 看了應該有時候 睡到一半都在偷笑 真的受到一件 教授 教授心有欺欺焉 因為教授也常常 晚上睡到一半偷笑 我知道正教授 他最少是我的偶像 真的 我每次看這射片 看著在教授就很專業 你是他的鐵粉 對 鐵粉絲 他說他拿一級工藝師 王隱春 王隱春 第一次去換 對 顧頂周更聰明 也是很聰明 這樣怎麼知道 不知道 等一下教授見解都知道 教授就知道 好 來 我們來見價 請見價 這個是黃花梨的 花梨墨 花梨墨 這樣這個雕工可以嗎 雕工不錯 不是喔 不是 這些它是景泰蘭 景泰蘭 看是景泰蘭 沒錯 對 景泰蘭 我剛才看後面就是 看看它是不是老件 這些 每一個結構的部分 它是沒有釘椎 又都用酸的 都是用卡榫的方式 筍接技術 算老的嗎 中國傳統的筍接技術 這個應該也是很老 老了… 很清潮 清中級嘛 因為那個風格是清代的 開心嗎 晚上回去睡不著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漆漆 這一件很漂亮的一件 這件是鑽到的 很漂亮 鑽到的 所以它那個木頭非常薄 做得那麼小 這算不容易 外國人對中國彼岩湖 收藏是情有獨鍾 因為很可愛 而且彼岩湖各種工藝都有 木頭的 玉的 這個髮廊的 都有 所以這件是很特別的一個漆的 來 我那一件風格 真的要看我的笑話 回去就有信心 跟那個講大聲話了 來 我到其他家的時候 看了好幾次 你想很久了 我去看的時候 看了好多次 他就說這是送給你好了 我覺得收藏古董 真的很有意思 交流嘛 交流嘛 以物易物 他喜歡 就是收藏古董的人 很喜歡那種以物易物的感覺 對 說得及就太見外了 對不對 我互相分享交流 因為大部分 女孩子都是比較珠寶 我們男人都是比較喜歡古董 應該是這樣子 男人也要喜歡posh的 不一樣的男人 都是喜歡古董的人 不會變壞 玩藝術品 古董的男人不會變壞 對啊 晚上會睡不著 真的 看了一看 睡到一半都在偷笑 真的收到一件 教授 教授心有欺欺焉 因為教授也常常 晚上睡到一半偷笑 我知道真的 他最少是我的偶像 真的 我每次看著設計 看著在教授就很專業 你是他的鐵粉 對 鐵粉絲 他說他拿一級工藝師 王隱春 王隱春 爹口去換 對 顧頂舟更聰明 也是很聰明 這樣會不會撩到 不知道 等一下教授進階都知道 教授進階都知道 教授進階都知道 來 我們來建价 請建价 一萬六千元 這樣 這個應該是撩到 這個不是收窄的嗎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個 看是有一點年代 有一點年代 對不對 那問題是他的工藝的問題 他的工藝是貼的 這個是貼上去的 不是磕上去的 不是磕上去的 如果是整支磕 那當然就厲害了 這個是竹子 竹片 去合起來 用膠合起來的 清代的東西 清代晚期 因為他不是很老 因為竹子的東西 他如果年紀一長 他就會裂開 不是清代晚期 清代的人 怎麼不自己磕 那個時候 就這麼懶惰 用貼的啦 因為你磕這個 會很辛苦 但是磕這樣子也不簡單了吧 對 磕這樣貼上去 連上去 其實他是因為 如果他直接磕在竹上 會迫開是不是 他這裡有一個縫 對 所以說磕一磕再連上去這樣子 這樣子工藝也算不錯的 很漂亮 這間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 很漂亮 才值一萬多 沒關係 自己欣賞就很漂亮 很漂亮 高級工藝師做的桌子 那是桌子 現在多少 現在 假如他往映村的話 可能也要幾十萬 三四十萬應該有 那真的 那沒關係 小小虧大了 沒關係啦 女兒要三條線了 自己喜歡就好啦 好啦 自己開心比較重要 對 反正就是交流 對 反正就是交流 交流就是這樣 好 這個小豬子好可愛 對啊 他無心就是 過世沒多久 他無心在的時候 他 他對這骨朵 他不喜歡 他父親也喜歡 所以過世以後 我就去幫他泡茶 他說 叫我去他挑選 看他喜歡 看我喜歡的東西 喜歡的東西 不是 自己挑選 我就上不好意思 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就跟他買一下這樣子 親才別 親才別就對了 他不在叫什麼 我不在叫選 爸爸的收藏 對 去看的時候 看的時候就覺得很漂亮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留很多給孩子 對 還是博依廷 對 你找了都自己賣掉 打拋不是 我聽說這個打拋的功能 對 那很漂亮 不錯 不錯 這它是警態涼 警態涼 看是警態涼 沒錯 對 警態涼 應該這個都使用過的東西 它這個都上面 但是你上面有貼一層膠布 還是什麼 拿不下來 有有有 這個使用過的嗎 它上面貼了一層 它是為了保護它嗎 所以去貼了一層 這是後來 對 再去加工了嗎 還是它本來 原始的狀況做就是 就是說這個 這個警態涼 這個有到青草的 它有風化的那個現象 今天這麼小的桌子 是誰的創新啊 它就晃香乳 以前的晃香乳 晃香乳在那邊燻 那個像檀香 檀香 在上面燻東西了 而且都是有 這茶是什麼茶 這個是黃花梨的 花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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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很好的木 這個雕工可以嗎 雕工不錯 不錯 檢太蘭可不可以講一下啊 什麼是檢太蘭 檢太蘭就是 銅胎檢太蘭 就是用那個銅絲 黏在那個器物身上 掐上去 然後再填彩 填發廊彩再去燒 燒出來 先黏上去 再填 再填 燒完出來以後 再打磨 它就形成一條條的 金銀絲的那個趣味 是耶 覺得也很費工耶 這樣子工藝 我覺得就是看了就很喜歡 但是它上面的 剛剛教授說 它的這一層是原始創作 還是後人在把它 應該是為了保護 本來就淋上去的 還是後人加工的 都有可能 因為家具本身呢 家具也會壞掉 所以家具自古以來 就修修補補 你現在拿到這件 我剛剛看後面 就是看看它是不是老件 這些每一個結構的部分 每配件 是老件 都是用卡榫的方式 損接技術 算老的嗎 中文傳統的損接技術 算老的嗎 對 你買多少錢 差不多三萬塊了 三萬塊 對 三萬塊 我感覺這就價錢了 三萬塊 這個上面擺東西擺畫瓶 只是這個茶 現在就對了 就價錢了 桃花梨現在很貴了 很貴啊 而且雕工 我是叫他打拋的功能 真的 嗯 雕工不錯 好 我們來見一下 請教授見價 八萬元 好耶 因為這件真的是老東西 硬木加進 硬木 好像花梨 有那個鬼面紋 有鬼面紋 另外呢 它後面這些結構 都是老的 都是老的 沒有被 沒有說太多 新的東西 加進去了 是 是 當然呢 像我們看這個 這個地方 激損的地方 它也沒有被動過的痕跡 沒有 這是原木的 原來就這樣子 因為它沒有再修補過的 對 但是這個 這個雕工呢 看起來 雖然說雕的不錯 但是它的那個 打磨的技術 沒有到位 沒有很大胃 上面還凍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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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很大胃 對 是工藝還是算可以 所以這一個應該也是很老 很清朝 清朗期嘛 因為那個風格是清代的 喔 不錯耶 Exhale OK 各位 我看你晚上真的沒睡覺了 真的回去自己睡不著了 回去自己睡不著了 什麼文啊 研究了這樣 我夠認真 對 所以老外一開始就買 黃花梨 買我們中國的黃花梨 因為那個文路真美 對 開心嗎 晚上回去睡不著了 來 我以前朋友 真的要看什麼笑話 他說你上次 一定會被人家笑死了 我說我回去講真的 有信心 然後回去就有信心 更後來講大聲話了 阿伯 我們等下婚禮 我們怎麼看著走 螃蟹走路 螃蟹走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漆漆 漆漆 它是 漆漆 對 木頭的 木頭然後一直上去 一直上右 一直上去 上好幾百 好幾尺層 那個是裡面 又是有貝殼光 也是有那個 用貝殼向上去的 那它這個是什麼 是看起來像 比岩壺是比岩壺嗎 對 比岩壺 這個裡面可以拿起來 這個拿起來 還可以用 裡面的比岩壺很老舊 那個好像象牙的 應該是象牙的比岩壺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漂亮 這個很久了 很老了 真的很老了 千里嘛 這個藝術性 而且它那個 那個貝殼 就是要一點一點 掉上去 漆上去的 真的 貝殼 有貝殼嗎 有啊 這個 蝦光 蛤蟆羹就是 有啊 蛤蟆羹有過來了 五彩光 寶光 那叫寶光 寶光 對 它那個寶光 所以它這個貼上去是貝殼 貝殼 都是貝殼慢慢剪 還有那個金箔片 還有香筋 苗筋 這麼小的東西 就在這裡有 對啊 那種苗筋 以前都是溫廉老式 這個都是可能 膚蓋人家在用的 這個一定沒有老花眼 洗鼻子的 做得完可能眼睛都放近似的 真的啊 這個好細 很會弓啦 很會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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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 我稍等打開 會不會斷掉 要小心就對了 小心 那你拿 我不敢拿 鼻炎湖常常會斷掉的 這個就是象牙的 象牙的 這是象牙的 對 這個很漂亮 這是老的象牙 已經很老了 對 它已經斷櫃了 這一定是好的人在用的 應該 富貴人家啦 全櫃人家 它不夠長 感覺很像武俠片的那種 救命仙丹有沒有 對 以前就是 馬上的氣味 以前那個 那個有聞人家是 富貴人家就是 農 出去就戴個鼻炎湖的 這樣這個稀稀 那個精神率很好 對 這個是在哪裡買的 也是古董店逛的 逛古董店 對 不小心看到的 現在是看都買不到了 那這個很久以前買的 對啊 也是到十幾二十年了 要多少 一萬年 那時候就買得不便宜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見價 好 來 請見價 真的有厲害 非常厲害的 顧景祖的地方 我是真的當過拍賣官 拍了一隻 三千多人的顧景祖歌 對 大概上次 所以那時候是對岸來拍的 現在美國的拍一件 也是一千多萬 上次 而且這件 阿冠是外行 但這件應該是顧景祖的 喬的系列對不對 上星喬 就是你會不會擔心是騙子 但是那時候也不會很貴 因為顧景祖早期其實 對 早期的時候還不會那麼 它還不會那麼貴 因為我有些朋友 他們說文國之前 確實有一些顧景祖的東西流出來 對 還沒有 還不會很貴 對 那時候就是那時候出來 現在也不能買 不敢買了 女兒有沒有信心 有 有信心 有信心 你們不是都在家裡吐槽他說 他買的東西都是假的嗎 被人家騙了嗎 就是剛剛老師鑑定價值 這一件如果真的是顧景祖 你們的 從你們家 巷頭鋪紅地圖 從你們家 真的 這應該是象牙的彼岸湖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漂亮 這個很久了 很老了 真的很老了 千里嘛 這個藝術性 而且它那個貝殼 就是要一點一點掉上去 漿上去的 什麼叫貝殼 有貝殼嗎 有啊 這個 蝦光 蛤蟆羹就是 有啊 把光 蛤蟆羹有個來了 無彩光 寶光 那叫寶光 寶光 對 它的寶光 所以它這個貼上去是貝殼 貝殼 都是那個 貝殼慢慢剪 還有那個金箔片 還有它的香金 苗巾 這麼小的東西都在這裡有 對啊 那種苗巾 以前都是文靈老師 這個都是可能高 富貴人家在用的吧 這個一定沒有老花眼 才有辦法做 照著玩 可能眼睛都噴近似了 真的啊 這個好詩 很會說人 很會說人 好詩 很會說 超美 我稍等打開 要不要斷掉 要小心就對了 要小心 好 那你拿 你拿 我不敢拿 鼻炎湖常常會斷掉的 這個就是象牙的 象牙的 這是象牙的 對 這個很漂亮 這是老的象牙 顏色也很漂亮 它已經斷過了 這一定是好好的人在用的 應該 不是 富貴人家啦 權貴人家 它不夠潮 感覺很像武俠片的那種 救命仙丹有沒有 對 以前就是 馬上的企業 以前那個 那個有聞人家是 富貴人家就是 農 吃起就帶個鼻炎湖的 這樣這樣稀稀 那精神會很好 對的 這個是在哪裡買的 也是古董店逛的 逛古董店 對 不小心看到的 現在 現在自己看都買不到了 那這個很久以前買的 對啊 也是到十幾二十年了 要多少 一萬元 那時候就買的不便宜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見價 好 來 請見價 八萬元 好厲害喔 來講一下你的別弧 這一件是漆漆沒錯 木太漆了 所以它那個木頭非常薄 做得那麼小 實在很不容易 然後上面再塗漆 塗漆完以後 再去貼這些金箔片跟那個什麼 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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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很細心的 這個要年輕人才有辦法做的事情 老年人做不來 而且你看它側面 側面 它也做得非常精緻 這個蓋頂 它也做得很精緻 完全沒有偷懶 因為我用那個小兒去看了 放他進去看了 它做非常道地的 非常道地的 因為你這個漆上去以後 慢慢它一片一片黏 一片一片黏 很小心 這個是老東西不是新做的 這不是新做的 所以這個都沒有拜比 沒有拜比 現在的人沒有這種工夫 沒有做這個 而且他們可能都會開模對不對 這都是大量生產的 這可能還有六個 還有六個年才做一個 一年可能做一個 是半年做一個 這些小花花都是這樣 一片一片貼上去 而且還有保存 很會攻 對 它那個 都沒有破損 對 沒有破損 最近很漂亮的一件 這件你是賺到的 很漂亮 賺到的 這件很漂亮 蒙到了 因為爸爸回去要幫他開門 放行 所以拖鞋擺好 知道嗎 爸爸今天回去之後 講話會很大聲 愛注意 其實外國人對中國鼻咽湖 收藏是情有獨鍾 因為很可愛 而且鼻咽湖 各種工藝都有 有木頭的 玉的 這個髮廊的 都有 所以這件是很特別的一個 漆的 最厲害的登場了 漆胎的 真的有厲害 非常厲害的 顧景座的地獄 我是真的當過拍賣官 拍了一隻 三千多萬的顧景座 對 它上次 那時候是對岸來拍的 剛才美國也拍一件 也是一千多萬 上次 而且這件 阿關是外行 但這件應該是顧景座的 橋的系列 上興橋 他們也叫上興橋 如果是真的顧景座 溫潤 而且他們有降氣 就只要他們有降氣 那是一氣喝酒 那不是很修 它不是很修飾的 沒有降氣 我跟你講 而且態度又漂亮 這一件如果真的是顧景座 你們會從你們家巷口 潑紅地毯 從你們家 真的 對航空開始潑紅地毯 但是我對這個 對那個名字也對 它那個印章 我對那個印章都對 所以顧景座 顧景座 而且它的態度 這個沒有泡過 因為高級公園 它要做茶壺 就是要用養土 先養土養很久了 然後才可以做 做完沒有 他們養土要做起來的 塗胎都不能看 粗糙很粗糙 它養了差不多半年幾個月以後 才可以做 然後他們的出水很漂亮 對 那個弧度 很順 看起來就舒服了 而且那個胎土又很好 沒有一點降氣的感覺 你怎麼確定這個是真的 對的東西 我會用 你像誰買的 我也像一個 他也是跑單幫的 他以前都是在大陸自己帶過的 我本來氣的時候 剛開始買的時候 他不會 這是文革之後買的嗎 文革之後出來的東西嗎 對 他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不會拿這個給你看 因為剛氣一次兩次 他說 隨便拿個幾百塊的東西給你 這樣子 買久了就好像做朋友 有一次說 他也要知道你的手有多重 老闆 老闆有比較好一點的 我就說 就從那個袋子下面 好 很飽過人家出起來說 這件事你看你喜不喜歡 我一看到顧警舟 可是你會不會擔心是騙子 但是那時候也不會很貴 因為顧警舟早期其實 對 早期的時候還不會那麼貴 它還不會那麼貴 因為我有些朋友 他們說文革之前 確實有一些顧警舟東西流出來 對 還不會很貴 那時候便宜 對 那時候就是那時候出來的 現在也不能買 不敢買了 說 稍微這樣子這麼漂亮的東西 都是幾十萬的東西 像有個朋友 幾十萬你也拜託 對 給朋友去跟人買 9百萬幾千 去買一個150萬 開這150萬 那個店家那個 專門賣炒五的 好 所以都900萬 對 它是好的 甚至9千萬都有 對 那是可能要拍賣的 拍賣就要上千 所以這到底是不是 對的東西 那你要多少 你不要說五千 不 不只 不可能這種東西 那時候買花 一萬八的樣子 一萬八 對 好 來 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來 問一下女兒 女兒有沒有信心 有 有信心 有信心 你們不是都在家裡吐槽她說 她買的東西都是假的嗎 被人家騙了嗎 嗯 就是剛剛老師鑑定價值 因為前面這幾件 讓女兒也有信心 現在女兒也有信心 有信心嗎 有信心嗎 有 好 來 是不是顧景州的上星橋呢 請見價 五萬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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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不會說滿貴的 這個 做得蠻好 做得蠻漂亮 但是 形狀像 不代表就是她的 那怎麼知道不是她的 因為顧景州的東西 它有一個特色 顧景州為什麼在紫沙湖的工藝室裡面 排名最高的 因為顧景州會文學 會書法 會畫畫 她是綜合藝術家 而且她本身很文人的氣質 所以她做出來的東西 就跟別人不一樣 一般的做糊的都是工藝師 都是那種做糊去銷售 但是她不是 一般是商品 對 她是一件一件 把它做得非常的精緻出來的 她是文人的態度 這件不精緻嗎 因為茶壺這個東西 很多會 她有很多學生 學到她的一些技法以後 她也會有樣學樣去做 照她的去做 那你現在看久了 看久了我覺得 很多的那個棱角 沒有做好 棱角 顧景州的那個湖 它的棱角 是做得非常道地的 當然我們現在看了 就很道地對不對 對 你從側面看 都是 我剛剛說 從每一個角度 我看都覺得很工整 不會說有一點牛角 瑕疵這樣子 你360度都看過了嗎 我家裡有一個那個轉盤 都慢慢看 慢慢新盤 不錯 這件事做得不錯 也是 他工藝也是不錯 小總 這是 好的工藝師做的 對 好的工藝師 但是不是 我覺得不是顧景州 這一件有缺點就是 氣質不到 氣質 你知道 仿畫 仿得很好的人 或仿古董仿得很好 他們也是專家 他唯一跟那個創作者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自己沒有那個理想 他 畏懼貧窮 藝術家 不畏懼貧窮 朝著理想走 這兩個人不一樣的 技術都很好 但是總有一天 這個藝術家 創作的人會出去 聪明 但是你也可能倒下去啊 你也可能失敗啊 對不對 所以 很多技術好的人 很聪明的人 他畏懼這個貧窮 畏懼失敗 他就乾脆做這個 或者跟人家後面走 人家是 張大謙很有名 我就畫張大謙 這個某某人很有名 我就畫某某人 但是教授 我就明白 這個五萬年的價錢是怎麼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工藝也不錯就對了 工藝也不錯 他還是有五萬塊的價錢 還是很開心啊 不可能大家都到 不可能啊 但是已經不錯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教授 謝謝阿關 謝謝